大家好 我是Tim哥 很多人在問我說 你的iPhone 我的iPhone 會不會越用越卡 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疑慮 尤其是手機用了一兩年以後 越來越明顯 那到底可不可以解決 可以的 今天就來教大家 開始前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打開唷 我們直接來 其實會有下列這幾種情形 我們講第一種就是iPhone的電池老化 其實我先講一件事情 iPhone電池老化 現在你的iPhone上面都有 測電池的健康度 如果健康度低於80以下 麻煩你看完影片以後 馬上就走去你家隔壁巷口去換電池 因為80%以下你的電池已經快差不多了 因為手機的電池其實大部分都是離電池 它都有壽命 所以當你的iPhone電池使用的時間 越來越長的話 iPhone它很聰明的幹嘛 想要去再更延長你的使用期間 就會自動把你的手機的頻率 會把它降平一點 也就是說 你就會覺得怎麼有點卡卡的 這是第一種狀況 所以電池老化 這沒辦法 你就是換一顆電池 第二件事情是 手機的溫度會過高 尤其是現在天氣這麼熱 環境溫度升高 像我前幾天去外面街坊 我的iPhone那時候就還蠻燙 因為那時候外面大概已經三十五六度 如果手機感覺到溫度過高情況下 它會自動幹嘛 先把螢幕先調暗 那甚至於它會調降那個CPU的主屏去幹嘛 幫助一點散熱 那手機就突然會覺得幹嘛 有點卡頓 而且如果是那個溫度過高的情況下 其實也是不好的喔 會對哪裡不好 對電池還有主機板 會有所影響 所以在溫度越高的地方 你也要特別注意兩點 那第三點 其實是我覺得 最多人會發生的 就是iPhone的緩存 這個空間暫存過多 包含現在的APP都包超級多的 比如說當你這個手機用很久 有些APP的緩存 就暫存這個空間 沒有辦法清除 你就會導致幹嘛 手機也會很卡 怎麼清呢 例如 比如說有幾個很重要的 你常用的 比如說社群的 像Line WeChat 這兩個地方 你一定要去清除 然後呢 第二個 那個短訊息 也要去自動去做刪除 我剛說的 如果當你把微信 Line這些都清理掉了 你覺得還是很卡 記得一件事情 你就要去刪除一些 你的短的一些訊息 訊息 怎麼樣去刪除很簡單 你到設定 那進來設定以後 這邊有一個 來這邊有一個訊息 訊息這邊 你知道怎樣嗎 再選擇一個下面 好 這邊有一個保留訊息 那我現在是永久對不對 但是你為了不要有太多的暫存 所以你可以選擇永久以後改成什麼 30天 就30天後 這則訊息它就會自動幫你幹嘛刪掉了 你就多多少少可以省出了一些空間 好吧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 你要正確去移除你的APP 好 那如何正確的去刪除APP 你也可以順便去看一下 在哪裡呢 到設定 進來以後選擇一般 一般這邊就有一個叫iPhone的儲存空間 你把它選下去 好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已經進來了 哇這邊超多的耶 不要我講 來導演 給大家看 我沒有去清除緩存空間的結果 你看前幾個很佔空間的 你看WeChat多少 16G Line多少 14G 加起來多少 30G 是不是 YouTube 11.33G 好 這邊就有出現一個 拉傑爾遊戲 6.67GB 我根本沒有玩過 好 我就用它幹嘛 刪除 你就選擇拉傑爾 這邊就有一個 你看 刪除APP 刪除它 刪除 好 它就在幫你刪除 這才叫正確刪除你的APP 好不好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誰佔了你的空間很多 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有些從來沒用的 好像 我還蠻多的 像我還要下載一個叫劍靈革命 可是我到現在都沒有用過 它佔了我 22.25GB 反正 既然都已經在錄影了 我也自己順便刪一下 借你刪掉 刪除 刪除APP 好 然後 欸 其實刪除蠻快的 所以你就從這邊找一下 就從這邊找 那全部都完了以後 我覺得至少 已經可以先解除 你手機一點比較卡頓的問題 老闆 你剛剛講的那些我都有照做了 我還是覺得我手機卡卡的怎麼辦 好那我要教你終極絕招 以上我都沒有用的話 表示你的iPhone已經太老了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現在手上拿的是iPhone6s的話 它是五年前的機種 那你iOS呢 再怎麼去幫你做優化 它也頂不住 因為現在很多APP 它有很多更高的一些性能要求 所以也會導致你手機幹嘛 卡卡卡頓 所以我會建議你直接換一台吧 好吧 以上 有任務一下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還有想要我講哪些的小技巧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下次見 拜拜